大家好 我是詹姆士 很開心在這個節目上面 跟大家碰面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地區 是日本的長野縣 長野縣在日本是以長壽住民 所以相對它的食材是非常好 然後它的飲食習慣也很特殊 再加上它是一個很棒的觀光景點 那今天我會用我拿到的食材來烹飪 然後來做一些對身體健康 而且又美味的料理 今天我們最主要介紹是 長野縣的安檀野市 好 那幫我們介紹來 好吃好玩景點的安檀野市的食材 是我們今天的長野縣的 美食獵人韻婷 大家好 我是美食獵人韻婷 我今天來到長野縣安檀野市 要為大家介紹這裡的美味食材 安檀野市位於長野縣的西北部 可以近距離欣賞 燕月 長燕月等 日本北阿爾卑斯山 美麗如畫的自然景色 我現在在的地方是 穗高神社 穗高神社擁有悠久的歷史 深受當地居民的信仰 在這裡的居民 每逢人生各個重要的階段 都會來這裡祝賀或是拜拜 所以是一個對安檀野市居民來說 非常重要的神社 每年秋天會在這裡 舉辦知名的祭典 玉船祭 玉船祭是由當地居民 推著高達6公尺的山車繞進後 最後兩艘船會激烈撞擊 撞擊畫面非常精彩 不僅是長野縣當地居民 從日本全國都會有觀眾前來看 今天在這麼美麗的安檀野市 我要為大家介紹的美味食材是 山葵跟杏州鮭魚 詹姆士 你覺得怎麼樣呢 是不是很期待 好 芥末跟杏州鮭魚 它其實是長野非常著名的作物 跟所謂的漁業 那芥末是我們大家都不陌生 早期我去第一次看到芥末 是在日本看到的 它必須要有非常好的水質 才可以種出好的芥末 那它的海拔要夠高 它起碼要在1500以上 才有辦法種出好的芥末 那我們大家都很清楚芥末 它就是跟魚類也好 跟生食 甚至最近也跟牛肉搭在一起 所以一個好的芥末 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至於杏州的鮭魚 我看過一次 因為外景的原因 我非常期待它可以拿到 好的鮭魚 以及好的芥末 詹姆士 首先我們去找山葵 不過這次為了要欣賞 安堂岩的田園風景 特地去租腳踏車來移動 因為是電動腳踏車 所以很輕鬆 乘著風以自己的速度 來欣賞路上美麗的風景 其腳踏車的好處就在這裡 沿途也有可看到 北阿爾卑斯湧泉的公園 水質透明清澈 非常美麗唷 使用池湧泉栽培的 安堂岩山葵非常有名 日本最大規模的山葵田 大王山葵農場 一年約有120萬人造訪 是一個非常有人氣的觀光景點 因為擁有廣大的山葵田 清澈的水 美麗的風景 也成為拍攝電影的地點 我現在要前往的山葵農家 正是跟大王山葵農家一樣 可以栽培出好吃 廣受好評的 山葵農場 我現在在安堂野人氣山葵農園 藤屋山葵農園 這次我們要找的山葵 就是在這裡栽培的喔 今天會為我們介紹山葵的是 望月先生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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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速案内させてもらいます はい こちらが おー すごい すごく素敵なわさび畑ですね このあずみ野さんのわさびの特徴とか おいしさの秘密を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えっとあずみ野は水が豊富ってことで この下からの全部の流水 湧き水で育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が特徴です これ今流れているのが湧き水なんですか はい そうです これが湧き水って結構信じが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ちょっとこちらを見てもらって はい えっとこうやってふんぶしてもらうと分かるんですけど 下から湧き出てるのは分かるんですよね あ、すごい すご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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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プクプクしてる ゆんてぃさんじゃあ実際に収穫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はい 是非教えてください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お願いします 那我要來去採山葵囉 取り方とか教えてください わさびって結構株があって こういう感じでまとめてもらって 上に抜くっていう 分かりました はい じゃあこれですね はい 大丈夫 大丈夫ですか はい これでOKです 本当ですか お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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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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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じゃあ試食前にわさびを洗ってきれいにしましょう 小さいわさびを株分けしていく こう そうです はい ゴツゴツがこれ燃装になっていて はい 上に伸びてく食物です 上の方が が フレッシュ はい フレッシュ こっちは2年前のわさびと 2年前 これが最近の なんか味の違いってありますか 味はこちらの方が 辛みが強くて 粘りが強いんですけど はい こっちはみずみずしくて 甘みと辛みがちょうどいいぐらい へー面白いですね 味が違うんですね はい おー わさびだー すごい 結構分かります 分かります 3塊 汁が好乾淨 ユンジーさんの準備ができましたので 実際に吸ってもらって食べてください わさびってあの するもので 味がすごい変わるんですよね はい でわさびはそのまま噛んでもらうと 苦いんですよ 目が細かければ細かいほど その苦みが辛みに変わって はい でも少し荒いと ちょうどいい辛さになったり なるほど そういう感じで調整してる 職人さんもいます あ、そうなんですね で、わさびさっき説明したんですけど はい こっちが上なんですけど はい で、こっちが下の 2年前のわさびって 考えてもらえるんですけど はい こっちとこっちでまた味が 全然違うので それもちょっと吸って 味を食べ比べてください はい こう円を描くように 大きく 力強く 吸ってもらって そうですね こんな感じですか はい すごい 普段見る はい わさびの色よりも 綺麗です 真ん中にまとめてもらって あ、なるほど はい まとめて はい どうぞ 無私 みんな ぐいった いいんですよね グッド 就是芥末的香氣 很好吃 那我現在要來試吃 剛剛我們採完的 三葵的下面的部分 真的會嗆到我的鼻子 好辣 比我剛剛吃完的那個辣很多 辣很多 但是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辣 但是它 就是這個生三葵的辣度 就是跟一般的 好像吃起來真的不太一樣 真的是會辣 但是就是很有質感的那種辣 好吃 山姆士 我獲得安檀野產的三葵囉 孕婷 妳真的運氣很好了 光看到那個泳泉 跟芥末種植的環境 就很想走一趟那邊 尤其是他們用的是 用這種泳泉 因為芥末它不是只有栽在田裡面 它必須要很棒的水一直不斷地流 在那個泳泉之下 我絕對相信那芥末一定非常美味 接下來的食材是 等一下 聽說安檀野山是爬山健行聖地 所以我得去看看 這次我去爬山 在四周被綠意盎然的樹木包圍著山上健行 能疏解壓力 還有你看 從山頂上能眺望安檀野市和北阿爾卑斯 風裡美麗如畫 彷彿使人忘記時間的消逝 我曾經去過那個木造的塔上面 看過所有的風景 它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你真的運氣很好 在早時還在同時 你還有這個空間去看看 唉 羨慕 我現在在杏州鮭魚養殖場 豬市會社 城市 今天會為我們介紹 杏州鮭魚的是高原社長 請請請請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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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長野県に来て本当の刺身っていうのは 海のマグロとかね タイ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の言い方でね そういうものっていなくて なんとかして長野県に刺身素材がない 作ってくれないかってお願いしたのが ニジマスとブラウントラウトの3倍体です そういう形で作ってもらって 私ぜひ生でお審査さんも見てみた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じゃあ撮ってみますか はい撮ります じゃあ行きますか 行きましょう 那現在我要来实际体验抓杏州鮭魚了 那今天会教我怎么抓杏州鮭魚的是 負責料理的西澤先生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すいません初めてなので 何かやり方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ここにたくさん入ってますんで これタモで狙い定めて このまま作ってもらえれば入ってきます 分かりました あ、うまい 入った ちょっと待って ふ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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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賣相比的 玩意 我希望你會過的 好 我先製作的 羲州鮮撈 好 我先製作的 羲州鮮撈 好 好 好 很美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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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ただきまーす すごい甘味があって全然魚の臭みがない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すごく美味しい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他の安住主水も綺麗ですんで そういうところで育った魚ですからね 特徴とか肉質とかありますか? やっぱりハリもありますしね 油もね、そんなにしつこい油がないもんで さっぱりしたサーモンが楽しめるんですよ なんか大人だけじゃなくて 子供も食べられるぐらいの美味しさなんですけど そうなんですか? この安住主から県内、県外おかげさまで 皆さんに喜んでいただいて 大変人気が出てきております 本当に美味しい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這家城市也有把杏州鮭魚 作成壽司球來販賣 把壽司飯用新鮮的鮭魚片 細心包起來的壽司球有兩種口味 一種是原味 另一種是加點煙燻香的燻味 兩個商品都很有人氣 我獲得杏州鮭魚了 任務完成 詹姆斯 那就麻煩你使用安檀野的山葵 還有杏州鮭魚 作出好吃的料理 麻煩你了 好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鮭魚青子冬 或者叫鮭魚青子蓋飯 比較特殊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從長野縣的這個安檀野市 我們拿到了這個鮭魚 然後我們拿到新鮮的芥末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很棒的蜂蜜 這個是西木養蜂圓的蜂蜜 長野縣有很多養蜂圓 蜂蜜產量是日本第一 本身是紅酒四酒師的西木社長 使用長野縣的自家採取蜂蜜來製作的 純天然商品很受當地人的喜愛 酒莊等在長野縣的各處都有賣 當作禮物送給喜歡煮料理的朋友 也很不錯喔 好 那我們先第一個我們來做的是什麼 我們先做醬汁 比較簡單 好 那我需要的是大概四分之一顆的洋蔥 那我準備蘋果 這邊蘋果我大概準備是 跟洋蔥的份量差不多 也差不多就是四分之一顆左右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放什麼 醬油 蜂蜜跟清酒 平常我會放蜂蜜 今天我們不放蜂蜜 因為我們把我們用這個蜂蜜的甜度來取代味料 如果我這邊醬油我放了 六匙進來 那日本酒的話 這邊我會放兩匙進來 那接下來就是蜂蜜 蜂蜜我大概會放 十一匙就夠了 這個也是構成今天這個醬汁 它不會那麼的死鹹的原因之一 這個也是我自己試過這麼多的醬汁呢 這個的比例跟經驗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大家有空也可以試試看 好 那你可以稍微用一個濾網 稍微濾一下 所以醬汁的部分我們已經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磨芥末 比較不好意思的地方是因為 我們沒有磨芥末那個 但我用這個其實也可以 這個是長野的芥末 你在網路上面也是買得到 那芥末很有趣的是 你可以看這邊是比較綠 這邊比較白 它的種植 從剛剛的這個 孕婷的影片上面你可以看到 這一段會比較濃烈一點 比較嗆 這一段會比較蔬菜的新鮮跟甜 所以我會建議你如果芥末買回來 你磨的時候你可以這邊跟這邊一起用 首先我們先從清爽開始磨 它現在光是 我現在聞到味道 它的芥末的味道 那種清新度是非常好的 好 先把這一坨放旁邊 接下來第二坨 這邊比較辣的部分 好 那所以你可以明顯看到 我現在磨的是根部的部分 光是看顏色啊 你可以明顯看到它的那個色澤 這邊放這邊 它偏比較黃 為什麼 因為根部的地方 它長的時候是從根部開始長 所以嗆辣的部分 芥末你一拿到上面是葉子 這一段開始到中段 差不多三分之一段 它是沒有那麼辣的 但是它有芥末的香味跟香氣 中段的時候應該算是它的香味 也跟它的熟成度是最剛好 欸 有電話進來了 哈囉 韻婷 所以現在那邊日本是 是妳在公司嗎還是 我現在在公司 對啊 現在在公司 現在妳沒有在外面 我現在沒有在外面了 我已經回來了 這個 這個是芥末 我剛剛抹的 然後有綠的 是比較上段的部分 跟比較黃的 偏白的是比較下段的部分 是 我看妳試吃的時候 上段的部分 妳還可以講話講得很自在 對 但是黃的部分妳就沒辦法了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妳吃太大坨了 哈哈哈 好不好 所以我來吃一點點試試看 好不好 我就這樣子 很明顯耶 這個 這個的嗆辣度大概是這個 我個人覺得大概有將近五倍左右 這是今天拿回來的芥末 然後玉婷妳剛剛沒有 可能沒有看到 這個是我用蘋果用洋蔥 然後用醬油跟蜂蜜 妳帶回來的蜂蜜 就這一塊 妳帶回來的蜂蜜 還有日本酒 就清酒 我把它做成這樣子 那現在我會把它跟鮭魚拌在一起 好 鮭魚 我會把它切成丁狀 玉婷 這個鮭魚妳去也是第一次撈鮭魚嗎 我也是第一次去撈鮭魚 對 妳根本拿不起來對不對 我 那個鮭魚真的比我想像中的還重 然後它都一直在那邊活 一直跳 我差一點掉到那個池裡面 那妳現場吃的時候 妳第一個反應 妳吃到這個鮭魚妳怎麼樣 很鮮甜 真的很鮮甜 妳本身是一個愛吃生魚片的人嗎 對啊 我很愛吃生魚片 我也是個愛吃生魚片的人 嗯 把我們切好的鮭魚 就放進來 那這邊呢 我會是用我調的醬汁 把它放進來 讓這個鮭魚已經充滿醬汁了 妳有吃過這樣的做法嗎 沒有 我真的 我好想吃喔 我真的好想吃 趕快回來 喔 飯妳可以不用那麼麻煩 不用用到醬飯 就一般的白飯就可以了 這個是 重點來了 綠的跟黃的放在一起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特地呢 用長野的食材 做出來的鮭魚親子蓋飯 好 好 現在就來試試看看 那我會建議喔 我們因為沒有放很多的醬油 哇沙比呢 你可以稍微把它撥在旁邊 然後你就直接跟這個鮭魚卵跟鮭魚一起 鮭魚 鮭魚富含的彈性 有時候鮭魚你比較討厭吃到是那種 黏黏糊糊糊的沒有咬勁的 那鮭魚本身的油脂也是讓人家覺得很棒的地方 那當然它不是屬於油脂感很重 但它其實很明顯吃到鮭魚的甜 那相對的在 哇沙比的搭配上面 它跟一般我們試過的哇沙比 其實明顯的不一樣 因為你可以吃到它很新鮮的哇沙比的味道 它不會讓你嗆到整個鼻腔口腔 只有哇沙比沒有別的味道 這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長野餡 安壇也是好吃的這些食材 那不管是杏州的鮭魚 或者是不管是蜂蜜也好 哇沙比也好 那這樣的東西說真的 如果你沒有走一趟 你是比較難去感受到的 你就走一趟 畢竟走了一趟 去到現場去感受那邊的風景的東西 你就可以吃到美食 這何嘗不是一件美食呢 好 試試看囉 你太多了吧 又辛苦了 討ち珍